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晒出29岁生日照,在紫色花海里开心跳舞,妈妈和亲姐姐相伴左右 11月6日,杨子晒出生日照 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父母将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让他有这么多的爱,可见他是个孝顺的孩子 前一天接受采访时,杨子谈到被问道人生有什么遗憾 他说他没有,因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显然,这是一个有生活经验的成年人会说的话 29岁的杨子真的长大了 其实工作室在这之前就已经发过生日vlog了 杨子坦言,这是他长大后第一次过这么隆重的生日 走进漆黑的房间后,是妈妈给杨子一个蛋糕,还给女儿带上了生日皇冠 场景布置的相当梦幻,紫色的气球和紫色的花朵 一定是因为杨子的名字里有个子 性格 杨子的外号是小猴子子 所以房间里特意放了一些猴子玩偶,非常适合现场 其实,流量女星过这么大的生日应该是例行公事 但杨子有这么大的生日还是第一次 只能说球队做得不好 希望以后的每一年,都给小猴子安排 这么一排面条 杨子头戴王冠,手里捧着一个蛋糕,轻轻一笑 难得看到他不耍宝就表现出如此温柔的一面 杨子抱着一个巨大的熊娃娃,撅着嘴卖萌 其他动作都差不多,非常文静淑女 但怪异已经刻在了杨子的骨子里 不可能不给大家一个愉快的表演 杨子灭如着说,谢谢大家,谢谢妈妈 很押韵 他感谢母亲29年前生下自己,感谢大家的心情付出 最后,他自称是派对女王,气氛顿时被小猴子所鼓舞 跟着杨子即兴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风趣幽默,活泼可爱的小猴子不想和他交朋友 小猴子用相机记录了回到家的惊喜和感动 妈妈非常爱见证女儿29岁生日 值得一提的是,旁边还有杨子的姐姐 她的妹妹在照片中很少出现,看起来很像她的母亲 最幸福的事就是有家人陪伴 杨子双手和时许了个愿 然后又开心地跳了起来 小猴子子积极向上的心态,总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切蛋糕环节,杨子也唱歌,好心情写在脸上 杨子的亲戚也为妹妹过生日 希望她永远是个孩子,无论多大,幸福万岁 其实今天杨子庆生的第一个名人好友就是李线,李线在手机里分享了杨子的盘点 小猴子穿着白色的衣服,在车前摆姿势拍照 连生日明星自己都觉得她很可爱 随后,刘涛还分享了一张杨子的美照,祝福她 杨子高回应情商,感谢她不忘帮刘涛宣传新剧《星辰大海》 白天,杨子最好的妹妹乔欣也发了个帖子 姐妹俩一起聊天玩耍,太可爱了 感叹号 乔欣原本想在11月6日11点06分发布,却意外卡住失败 然后杨子开启了肺结核模式,让乔欣再发一个红包作为解药 只有真正的女朋友才会有这种有趣的对话 其实大家最期待的是张一山的生日祝福 不知道两人会笑到什么地步,期待今天的欢乐源泉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